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北京时间3月2日,有网友统计了赛季至今关键球命中率最低的球员。 纽约尼克斯控球后卫德里克罗斯关键球命中率仅有18.2%,很不幸还在全联盟倒数第一。 凯尔特人控球后卫肯巴沃克关键球命中率为20%,排名倒数第二。 辉雄得分后卫布鲁克斯关键球命中率为23.8%,排在联盟倒数第三。 其他几人,比如希尔德、比斯利、鲍尔在各个球队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 但有两个人上榜的人很意外,一个是快船巨星莱昂纳德,一个就是提湖球星英格拉姆。 先说莱昂纳德,莱昂纳德在关键时刻一直是一个杀手,他在关键时刻最擅长的就是无差别单打。 利用他强大的力量创造出空间,突破也好,中距离也罢,对手根本无法限制,因为他的投篮出手点高。 还略带后牙,和生涯后期的乔丹有一定类似。 但本赛季,莱昂纳德关键球效率有些不忍直视。 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,一方面乔治缺席过一些比赛。 快船的关键球选择只有莱昂纳德一人,防守者自然知道该如何限制莱昂纳德。 另外,快船的球队阵容一直有畸形。 除了莱昂纳德·乔治路·易斯·威廉姆斯外,基本无人有持球进攻能力。 所以他们只需要盯好这三人,逼迫他们提前传球,将球交给快船的角色球员,便可以阻碍他们的进攻。 莱昂纳德在这种重重合围之下,进攻效率想提升,实在太过困难。 英格拉姆和莱昂纳德则恰恰相反,提湖有多个消化球权的点。 英格拉姆的关键球,效率太低,纯粹是能力问题。 英格拉姆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身材偏瘦弱,对抗能力不强。 在比赛关键时刻,只要对手锁死内线,逼迫他投篮,他的效率就必然会下滑。 另外一点就是,英格拉姆自身体力,一般到了比赛最后时刻。 英格拉姆的体力,往往会透支。 经历三节,高强度的比赛。 进攻球员手感,都会下降。 英格拉姆到现在,都没有摆脱这个问题。 身为球队外线,第一进攻者。 英格拉姆关键球,效率过低,有些让人失望。 莱昂纳德和英格拉姆,还有一个共同点。 这两人的出球速度,和意识都不是很好。 所以一旦被包夹,不仅效率会下降,还有可能出现失误。 最后我们简要,提一下罗斯和沃克,这两人的问题。 前者是因为,年龄偏大,三分出手不稳定。 关键时刻,投篮选择少。 后者也是,同样的问题。 沃克刚刚经历伤病,进攻状态,非常不稳定。 状态下滑,也是情有可原。 不过,沃克在关键时刻,依然选择出手。 这就有些说不过去。 毕竟球队尤塔图姆,和布朗两个关键先生,他们完全可以,消化球权,执行关键球任务。 关键球,是衡量一个球星能力的重要依据。 以上就是,本赛季关键球,命中率排行榜的情况。 各位读者朋友们,你们对此,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文章下方留言,发表你们的评论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